我是中心设计的周浩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武汉市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 据说的话这家方舱医院的话是一家非常智慧的方舱医院 我们今天就一起去看一看 咱们的医疗质量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尽量减少医务人员与这个病人不必要的解决机会 比如说搬运无知 我用这个无人驾驶车 高科技的智慧手段 周济患者驾驶康复 为达到这个灵感 也是一个打下了坚实的技术技术 相信大家种植成城智能战役 这场疫情一定能够尽快结束 旅游景区啊 具有人员聚集性强 流动性大的这个特点 旅游景区的恢复开放 应当在当地党内政府的领导下 坚持分区分级的原则 根据疫情防控的总要求 对旅游景区开放条件和必要性 进行全面的评估 不易搞一刀切 疫情高风险地区旅游景区暂缓开放 疫情中风险和低风险地区景区 开放呢 由当地的党委政府来决定 从我们监测到的情况看 目前 餐饮 住宿业都在逐步的复工 企业收入也有所回升 我们重点联系的 20家大型连锁 餐饮企业 复工率现在已经达到了 57% 住宿业的复工率 也已经达到了 50%以上 20家大型连锁 20多年 2010年 2014年 2012年 老公 你在那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只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 才能有精力去照顾好其他的化者 你在那边放心 我会安心守护好我们的这个大家小家党 我相信你 也相信我们的我们全国人民 共同加上这个疫情的决心 老公 你加以我 无害加油 中国加油 我觉得只要我们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 都有责任于 要守护我们的中国公民 刚好我们不仅是白衣贴使 更是白衣驾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